好来看到针对露营场地辅导合法的问题 立委刘兆豪12月13号是直询了交通部 强调以安全为第一考量 要求尽速完成露营区管理要点订定 那交通部则是预定在明年农历年前来定出草案 全国庆公民投票12月18号要举行四大公投案 涵盖了能源、食安、公投机制还有环境等重大议题 济安湘公所也举办了多场次的工作人员讲席 并针对防疫措施和投票动线做了事前的安排与规划 济安湘公所在今天之前举办了15场的专业延续在执行 总共有1086位的工作人员 要来挹注此次68个地方的一个投票工作来执行 今天要针对我们的村林长 我们的这个村干事还有我们的协情名利 以及协力在周边当场的维护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说明会 我相信我们要把防疫把整个投票的流程 还有公民行使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执行到最圆满最完善 我们希望在最后的时刻里面加紧脚步 再把我们所有的规范再重来的检视一遍 甚至于到场的维安交通的管制 以及整个防疫的工作都是滴水不漏的 所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会议 乡公所民众客客长游腾雄表示 在各个投开票所征派了防疫人员 也设有发烧情形选民专用的防疫遮瓶 而为了加快投票速度 也把各个投开票所遮瓶增加为7个 同时既然相近年度新增了39零 投开票所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民众要依照通知单所列的投票所地点前往投票 乡长游主贞也呼吁满18岁的投票前人 在12月18号要踊跃出门投票 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想法也行使公民权利 介入委会讲一箱报道